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战我不会手下留情 有意思 动手 居然是五级换阵 竟然是三星困天阵 此阵可是能轻松困住天灵五重之人 看来 看来 这就是你所谓的紫薇星辰之刀 实在是大事所望 既然三人无法拦我 那包括黑山长老在内 你们八人都上来吧 今日 我要以一战八 你 洛云剑主 刚才你杀我柳家三名天才 已是蛮横之局 若继续挑衅 恐怕有损两宗情义 我说过绝不会留情 现在 你又说我蛮横无礼 既然输不起 就莫要随便答应 免得丢了星辰古宗的脸面 这一战是他主动要战 即便八人出手 也不会惹来非议 而且 只有黑山长老亲自主持灵阵 才能完全测出他的实力深浅 敢战否 战 三名天灵二重 四名天灵三重 最强者 也不过天灵五重 这一战 你们还是会败 罗云剑主的口气道 我希望 啊 居然是阵兴锁龙阵 看来黑山长老是真的弄了 阵兴锁龙阵 乃是一座六级困阵 群星封锁 阵空锁龙 非能何其恐 看来黑山长老是真的弄了 六级灵阵 布置起来也需要一段时间 我便让你们半个时辰 好生狂妄 比我预料中的要快 许致建光 岂能阻拦星辰之飞 星辰为何物 看我一箭破之 阳山 好恐怖的剑锋 这就是他的实力 刚才那一剑要想破阵 还差得远呢 你以为刚才那一剑 只是为了抵挡灵真吗 这片空间竟然被封锁了 不过你以为我破不开 这怎么回事 我的振兴锁龙阵 你竟敢杀我儿 他侮辱九寒宫 该死 你若想死 我可以让你们父子团聚 我都要看看 你有这个本事 本行棍 找死 好恐怖的寒气 手动潮心 谁 我说过 如九寒宫之力 必杀之 谁敢拦我 年纪轻轻 杀心就如此之重 今日 我就替九寒宫好好管教一番 郭子 此女竟然能和阴阳一重天的强者打得有来有回 滚 我的无灵 居然被冰封了 若仅是逼我 就准备我无情 连武灵都被冰封 你还能有何作为 阴阳之境 就这点实力 昨夜交手 我以为他只是相当于天灵六重天的武者 没想到 已经远远超越了我 难道 还要杀刘古琼 师妹 还不住手 你分明可以留守 但最后还是要大开杀戒 杀人 就这么有乐趣吗 对战切磋难免伤亡 而且是你们柳家之人出言辱骂在先 又是你们悍然出手在后 刘湘师妹为了保全九寒宫的声明 出手杀一两人 也属正常之事 一派胡言 扣了 今日宴席就此终止 明日 我们便启程前往宗城 在此之前 任何人不得闹事 若有违抗者 一律按族规言成 绝不留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依靠这黑洞重剑 能轻松进入索性古镇 但这股灾祸之气来历莫名 我绝不能小觑 而且母亲慎重祈祷 要避改星辰古宗将她救出 难度同样不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与黑山长老有仇 柳小姐何出此言 你跟我说过 世间事皆为简单 水流香出手杀人 是为了维护九寒宫的生命 而你出手杀了黑山长老 仅为切磋 若你跟他们无仇 又岂会说出这样的话 倒是机敏 明日之后 你我便是对手 六宗大笔之上 还请洛云剑主多多指教 圣兴城不愧是星辰古宗的宗城 这里的大道看似散乱分布 实则暗含玄妙之道 甚至连这里的建筑 都蕴藏周天礼数 圣兴城内六大宗门早已抵达 并在城中立下筑地 我们的方向不同 就在此分开吧 这几日来 多谢柳家主的热情招待 后会有期 先抵达万剑阁筑地 入夜时分 再探洛杏渊 发现月寒灵魂之力的灵果了 好可爱啊 你这家伙 怎么对任何事物都如此好奇 这只小奶猫长得可爱 我要了 一枚零食 埋你怀中的小奶猫 公平吧 好生狂妄 此刻站在你眼前的 是大名鼎鼎的顾天礁 若是不想横施当场 立刻把小奶猫交出来 原来他就是神霄殿此次的参赛选手 天灵七重镜的顾天礁 他应该是顾吗 如果你能让我横施当场的话 尽管一试 顾公子 此人实在粗鲁 你可要帮我好好教训一番 小事而已 嗯 杀神久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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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子 这浓厚的灾祸之急 全都是刘谷琼故意而为之 目的就是为了 暗中侵蚀母亲的身体 让后者在痛苦中死去 你们还不死心吗 有什么阴损招手 尽管使出来 莫要扭扭捏捏 你是何人 你为何封锁此地灵力 害而不孝 让娘亲受苦了 孩儿不孝 让娘亲受苦了 你 你是云儿 十八年了 没想到 会终于如愿所长 见到你了 莫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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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山 给我托 这怎么可能 云儿 这石锁 乃是御外允星的一部分 坚硬无比 唯有涅槃境强者 才能勉强撕裂开来 而且 石锁已经渗入我身体 如果强行攻击 恐怕连我的身体也会崩溃 这幽虑有死 想必就是范无杰所向的剧毒 仅仅几度片刻 我就难以承受这种痛苦 母亲她居然整整承受了十八年 形成故踪 万剑阁 若我将你们狠狠踩在脚底 我势不为人 无碍 我在这里待了十八年 这石锁和剧毒 我早已知若妄闻 云儿 这十八年来 你经历了何事 为何会突然来到这里 还有 你父亲的下落 母亲 你别着急 听我慢慢说 当年 云儿 这一路走来 辛苦你了 身体血肉 受制父母 纵使前面的困苦再多 也绝不会畏惧退败 母亲 你体内的剧毒极其阴险 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我应该能配置出解药 至于这双十足 我虽能请人将其破改 但如此一来 恐怕会上级到你的五脏六腑 云儿 你可知星辰古宗 为何要将我囚禁在洛星渊内吗 数千年前 万千允允兴从天而落 其中有一颗巨大允兴 哪怕深埋于地缝之中 都能以灾祸之气 笼罩虚空 灾祸之气 居然只是来自一门允兴 这允兴绝非反目 星辰古宗 想暗中将允兴占为己有 但常人根本无法靠近此允兴 直到二十多年前 发现我的七星武灵 能克制住灾祸之气 便想借我之手探究允兴 这就是为何 当初我杀了范无杰之子 他们仍要保住我的性命 十八年来 我不停尝试着接触那枚允兴 终于与它产生了一丝 缥缈的联系 若能掌控这枚允兴 就能掌控灾祸之气 如此一来 也就能轻松正开十所 但要想和允兴融为一体 可能需要一天 也可能是十年 说不定 我的神志早已迷失了 既然那枚允兴 是挣脱十所的关键所在 那么 我就进入帝风一趟 看看允兴到底 运合着何种玄妙 不可 帝风最深处的灾祸之气 浓郁如海 连星辰古宗的历代宗主 都难以靠近 你必定实死无生 我居然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 几千年来 等来到子弟之人 也不过寥寥十几人 如此年轻之辈 却是第一个 你是何人 无奈灾祸天王 灾祸天王 难道你是玉珠的主人 找死 救命渗透到右臂中 让我的灵力都无法掉头 你太弱了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死人并非人神 完全由灾祸之气凝聚而成 倘若我没有猜错 是他让静龙玉珠 无法离开地缝的束缚 如果能将其彻底湮灭 一切都将营养而解 远山市 是 是 是 吹 lift 齁 呵呵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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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中四道灾祸之人 即便是阴阳镜强者都有身死 他居然只是重伤吐血 看来你的身上有点底蕴 除了凝聚出箭体外 这小子并无值得撑道之处 去魂海里看看 可不要让我失望 真灵大陆果然自言贫瘠 当年仙庭之战 无数强者身陨消散 我也身受重伤 只能将命魂 寄居于天灾灵珠中苟活 不知主人是否已经身晕 帝先祖的树帝玄灵凯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难怪此子能苟活下来 树帝玄灵凯 乃是帝先祖的镇族质宝 号称能抵挡天地之威的无上帝兵 区区灾祸之际 自然不拒 只不过 那一剑满蚁 为何能得到树帝玄灵凯 这 执掌天地轮回的轮回石 这是主人之物 为何出现在这里 火飞 怎么回事 这灾祸之气 怎么变得如此温和 灾祸天王呢 这些灾祸之气 似乎要主动融入我的体内 终于突破到了法胜催抵决的第五重 金刚之敌 灾祸之气 乃是逆转五行的存在 此刻融入身体后 我也能克制天地五行 刘湘所拥有的九寒之气虽强 但也归属五行之中 所以 我在此面对九寒之气的时候 便不会再束手束脚 你们想要的嘉奖 恐怕永远都不会得到的 区区天灵 丧虫之境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找死 就凭你 斩 一剑就灭杀了天灵七重的高手 这人怎么会这么强 劝得动手 灭杀此次 灭杀 灭杀 chi 他 不 不 無 respectful 你是万剑阁的洛云 你错了 杀你们之人并不是洛云 而是楚行云 楚行云 这个名字好生熟悉 似乎有望远生下的孽种 就是名为楚行云 洛云内除了我之外 也有段价的两位护法 你若敢 孤走 怎么会 如果全力出手 哪怕是天灵九重之人 我都能胜 这些人缘于还够 不好 不好 云儿 这两人 是掌管洛云院的段价护法 绣尾打到天灵九重 你现在立刻离开这里 母亲 孩儿心中有数 你竟敢杀我段价之人 找死 我 此字尤为怪异 不要与之多谈 先出手将其前下 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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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guiding他 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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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星向天 这是星辰古宗的独有法门 将武林化为星辰 相辅相立 从而数倍提升实力 难怪能挡下云山势 你除了能催动灾祸之际 身上之物都云含恐怖力量 而这些 很快就将不属于你了 不要与之多谈 立刻将此次擒拿 免得横生病 灾祸之气 连五行都能逆转 区区星辰火焰 岂能将其压制 灾祸降临 一见逆天 不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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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百里兄突破到了天灵六重 这可多亏了楚兄的天赤七文丹 小事一桩 明日便是六宗大帝召开之时 按照惯例 今夜星成古宗会在万兴楼大开宴席 宴请诸位天才邀念 我们现在一同前往 为何这街道如此冷清 在你闭关的四天里 圣星成 发生了两件轰动全城的大事 两件大事 四天前 洛星渊突生一变 灾火之起 收缩至一道地缝中 浓郁至极 连阴阳镜强者 都不敢深入探查 那第二件事 那第二件事呢 三天前 星成古宗的墨家父家主 一名阴阳二重天的高手 死于水流香之手 他为何要动手 你可知晓 万兴断食 星成古宗 万兴断食 传闻此时拥有万年历史 忍忍自卫 这两人是七星谷的天才妖妮 男子名为苏敬安 女子名为苏慕昭 早就听闻洛云剑主之谜 今日一见 实属幸事 见过洛云剑主 苏公子勤义高超 苏姑娘武艺经验 洛某深深陶醉其中 不过 秦武双鸣 须共开心扉 如若心中有意 大可直见明书 洛云剑主所言 我会记在心中 若无其他事 我们再先离开 你似乎很熟悉这两人 以前认识 他也不算 这道气息为何有点熟悉 怎么会这样 你与水流香也有冲突 水流香能掌控诡异寒气 给我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你一定要小心 既然你知道他的实力很强 那你为何还要拔剑 我敌不过他 但我不拒他 更何况 如果我退了 他对你出手的话 你必将陷入危险之中 因而 我一定要拔剑 多谢 苏气了 刘湘消遥 我有些事想询问于你 古宗主直说即可 前几日 你出手杀了墨家傅家主 引来数百人伤亡 一度令盛兴城陷入恐慌之中 此事 你可否解释解释 当时我在感悟万星断食 那人突然上前 以天地之力打断了我的感 他冒犯在先 故而 我就将他杀了 那其他王子之人呢 他们为了护主对我出手 所以 我也将他们一并斩杀 古宗主 你可还有其他疑惑 当时我二弟不对在先 你也不能直接将他杀了 事后还仗着特权保护 照耀大摆地行走在盛兴城内 无耻至极 这些高层同时到来 看来处九寒宫外的五大宗门 已经有联盟之态势 要共同压制九寒宫吧 你若再咄咄逼人 我连你也杀 大言不惭 我莫廷薇身为莫家家主 应当对任何一名族人负责 你随我去一趟莫家 好好调查 由阴阳镜三重天的莫廷薇 亲自出手 试探水流巷的真实实力 看来在五大宗门的眼中 已经将水流巷视为大敌了 倒有几分势力 国造 我的黑夜之星 竟然无法焚烧九寒长河 它怎会强到如此地步 此女的实力好惊人 居然能和莫廷薇 站到如此长度 单纯也站立来判断 它位于阴阳三重增增 败了 未必 九寒宫将绝寒血液 化为了九枚血针 刺入水流巷的九大学窍 从而控制九寒绝脉 所以 九寒之气的真正力量 还未完全展现出来 给我宁 给我宁 怎么可能 你竟然洞彻了我的武灵 离估了 看来水流香 应该化分为阴阳四重之境 而且 此寒气 似乎还未彻底激发 此次的六宗大笔后 你绝对会死得很惨 我说过放你走了 够了 你已经造了不少杀孽 也应该事实而止了 否则 我不担保你能安然离开盛兴城 哼 舍妹 回来吧 涅槃之气 好一个无耻之人 哼哼 愚蠢 愚蠢 涅槃之气 引动了第五根血针 师妹 立刻住手 流香 你还要作证 这到底是什么寒气 怎会苦不到这般程度 杀神第八转 由此时刻而止吧 忍杀神第四根 忍杀神第四根 这寒气太多与诡异 我们一同出手 将其彻底压制 区区小辈 我一人就足以轻松应付 不必犯隔住劳心 武灵是武者的力量源泉 这股诡异寒意 定然来自武灵 只要我能将其完全吞噬 但你灵力枯竭之时 自然无法再这样 为非作呆 师父说过 九汗之气 绝不可强行压制 若达到极限 恐怕会雪上加霜 立刻收回武灵 这股寒气 却能摆脱武灵的束缚 这就是水流香的真正实力吗 为了快速遏制这股寒气 主尉 一起动手吧 祝不可强行压制 啊 清晨古宗传承千万年的万星断石 竟然碎了 退 竟然所持着可動的 第二次 竟然把他放置 竟然 max 竟然是否因此 迫不見 竟然不见 航空的 奈奈 狂人 这怎么可能 那是轮回石 水落秋 邪气男子 为什么那两人都那么熟悉 还有轮回石 这一切到底有何关联 似乎只有我和刘湘 看到了万星断食那段历史光影 我师妹只是小辈 古宗主却直然出手试探 看来这夜宴 只为针对我九寒宫 如此举度令人唾弃 此次六宗大笔 我九寒宫绝不会留情 魁首之位仍会落于我们手中 看来我们的计划 是坚定不渝的实施了 这个水流香的实力高深莫测 而且我隐约有一种感觉 这仍不是它的极限 不过那股诡异寒气 水流香似乎并不能完全掌控 不知副谷主有何高见 水流香身上的红光越多 那股寒气就越是广播 它开启四道红光 实力大概是阴阳五种层次 但是第五道红光出现后 它便遭到了强烈的反噬 六宗大笔对我们的意义非凡 九寒宫派出水流香 多半想要蝉联魁首 为此我们五大宗门 定要何心何力 在大事面前 私人恩怨自然不会计较 既然我们已经是盟友 不知古宗主 能否将古星秘境的 些许新秘 与我们这些盟友 分享一下 没错 既然是盟友 那就应该相互分享新秘 古星秘境出现的时间不久 我们也鲜有探测 只知道古星秘境 来自一处名为星辰仙门的古老宗门 其中存有无穷无尽的造化 但同时也有万千危险 古宗主不愿多说 那我也不再多问 时日不早 我暂且离开了 我七星谷也就此告辞 今天那诗人的气息 你都记住了吗 禀父亲 一切都记住了 尤其是水流下 孩儿已经完全看穿了他的寒气 如若我与他相遇 定能将其斩杀于手下 我知道你的实力 但绝不能掉以轻信 定不会辜负父亲的期待 水流香的实力 远在你们两人之上 进入古星秘境后 尽早和其他人联手 将此女灭杀 是 我们五大宗门有所计划 面对水流香之时 不得此相残杀 但无人能担保对方的真意 所以要多加提防 特别是神霄殿和大罗秦门 放心 我定会保护好洛远 给我宁 给我宁 叶千寒虽是九寒宫的天才 但要掌控天餐空心石 和绝寒雪阵之良阳异宝 还是有些困难 多谢师姐出手 这点既是危险 同时也是希望所在 说不定我能找到办法 使得流香完全恢复神志 明日就是六宗大笔召开之时 你回去好好休息吧 亏损了如此之久 难道你就不觉得累吗 第一阶段 掀起数目的多寡 将决定先后排名 第二阶段的排位战 排名靠前的人 能获得优先选择对手的权利 甚至还有机会轮空 直接进入下一站 这样的规则倒也有趣 在夺取仙器之余 也要考虑对手的动向 最后还要安然无恙地 登上中央高峰 一旦爆发争斗 所有人都将陷入 无尽混乱之中 我们这就出发吧 当初我们尾随而来 就是为了寻求柳文天的帮忙 指洛云于死地 却不想刚好遇到柳文天闭关 看来只能期待洛云在大会中失利 这样方便我们出手 好主意 进入古兴秘境后 所有人的位置都不可预料 你若遇到强敌 暂且撤退 我会尽快与你回合 放心 我自有分寸 你要多多提防顾天骄和顾芒 你杀了大罗金门的长老 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缺取两人 我还没放在眼里 这一句话 我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我等着 前方就是古兴秘境所在了 做好准备 由总大别第一场资格赛 为期一个月 速速进去 星辰仙门已经陨落了数千年 但这片空间依旧保存极好 可见当初的星辰仙门有多么强大 那么五彩微光似乎跟古兴令有所共鸣 莫非这就是所谓的仙气 来得好 来得好 行李烧换伤 大公神顺步 死吧 并非生灵 果然是仙气 一缕仙气高达一尺 数量越庞大 就越是高耸入云 不过 这来自星辰仙门的仙气 到底有何作用 小魂 你有何发现 你这小家伙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口吐人言 难道你真的只能通过吞噬灵魂之力 才能逐渐长大 人类舞者的气息 我花费了数个时辰 也仅仅收集了五彩仙气 但眼前这头银林蟒蛇 却拥有整整五彩仙气 它竟然收集了二十道仙气 小心 没想到仅仅营营一重惊气 就有如此强横的力量 我们倒是可以试试看灾祸之情 空神顺步 斩 锦弥剑 就轻松斩杀了对手 你见试 好强 灾祸之气无比的霸道 连五行都能克制 但接触仙气的时候 却没有丝毫作用 这仙气定然藏有什么心命 陆云 这两头灵兽是我的猎物 你一出手 就直接将其击杀不说 还收走了十旅仙气 贵免有点过分了吧 我只是路过这里 但这两头灵兽主动攻击 为了自保 我才出手将其击杀 不对吗 就算 这次就算我倒霉 十旅仙气 就当送给你了 且慢 有一战吗 你身为星辰古宗之人 应该知晓很多讯息 只要你将这些讯息 告知于我 作为报酬 我愿意奉上十旅仙气 你觉得我会同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对古星秘境 会越来越熟悉 你所拥有的讯息 很快也会无用 而现在 你轻轻松松 就能得到十旅仙气 何乐而不为 你就不怕我欺骗于你 仙气 无法吸收 更无法藏匿 除了决定排位战的 对战顺序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那就是 开启遗迹 这里存在着一座 又一座遗迹 寻常人根本无法进入 唯有以仙气为钥匙 方才能进入其中 但是这些遗迹 神秘危险 我们星辰古宗 也迟迟不敢进入这些遗迹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 现在我们散去 各自寻找机缘吧 那里应该有一处遗迹 你怎么知道 按理说 进入古星秘境后 应该尽量藏匿踪影 但你却收集了二十缕仙气 将五彩光柱升至三丈 所以 你应该提早知晓了遗迹入口 才会不顾报复自己的危险 全速搜集仙气 那你怎么知道方位 你刚才可一言不发 静止朝那边去了 既然你知道仙气的作用 又猜出了遗迹的方位 接下来 是否要跟我一战 企图独吞遗迹 仙气 这里全都是仙气 这具诗还如此不凡 想必是一尊大人物 古星秘境内 有诸多遗迹 我们若能得到足够的仙气 就能提前进入其他遗迹 收获更多资源 怎么回事 别碰他 情况还算可控 柳姑娘 你刚才为何突然吐血 我只感觉 有一柄利剑在我眼前掠过 然后脑海就传来一阵刺痛 利剑 那并非利剑 而是意志的力量 意志力量 为何物 武皇强者拥有的武道意志 连天地都能辞传 意志不朽 可幻化为万事万物 那按你所说 这句诗海乃是 武皇之海 洛宇 这骆云到底还隐藏着何种手段 没想到星辰先宗的刑剑武皇不过如此 连我大罗天王的一招都抵挡不了 可笑之极 天 又是天王 难道说 灾祸天王和大罗天王来自同一处势力 看来这段被埋藏的历史越来越有趣了 这八十一道光影 似乎是一套武皇剑诀 好凌冽的剑译 看来这武皇剑诀 是为楚行云而出现的 这是擎剑武皇的毕生领悟 虽说和我的剑道相悖 但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我需要在此地感悟一番 你们可以平分这些仙器 先行探索其余秘境 感悟一旦被人打扰 很有可能引来反噬 是 我为你护法吧 苏兄 你这样怕是会浪费时间 武皇的意志力量好生强悍 我虽不能领悟 也能好好见识一番 你们两人 剑拥有万千变化 任何一物都能为剑 剑者最为纯粹 最为简单 但却又偷着无穷的毁灭力量 有人来了 死吧 醒来 光云 故意斩首 趁人感悟暗中偷袭 这就是大罗金门的天才 六宗大笔 本就是弱弱强食 只要能胜 掠食手段又如何 你没事吧 我早已领悟完毕 刚才不过是在收取 见到光影而已 让你们担心了 寻来如此 林静轩 你我本就有所恩怨 此刻正好一并了结 既然你想找死 那我成全你 黄泉路上 一路走好 空神顺步 居然避开了 啊 全身 那重剑古役 浑重无比 又能吞噬万物 应该是洛云的最大一仗 若要将其击杀 怕是不能藏出 林静轩实力不弱于我 我虽然依靠着空神顺步 能躲避他的善保 但他 应该也藏有之保 斩 好诡异的一剑 逆转而起 形似朴实 却暗运灵力之气 一丝不堪 却藏力着逆天之力量 你休想伤我 大罗刀魂 林静轩果然身负重吧 能让我催动大罗刀魂 你就算命丧皇权 也足以自傲 这才是林静轩真正的实力 纵使你拥有大罗刀魂 这一战 也休想伤 虽然洛云可抵挡大罗刀魂 但他的羞 终究是应伤 此战应该结束了 是吧 这是灾祸之情 灾祸降临 一剑逆天 不好 快闪开 快闪开 你的实力 远远出乎我的意料 但最后 你还是要办 是吗 那是传送灵阵 看来这里并无危险 这血色长情无力 来源于证明中年男子 但中年男子已死 为何武灵却会消散 这里是何处 不知 地图没有记载这一处 洛云 你我之战还没有结束 现在继续吧 你们俩人立刻让开 莫要阻拦 好多尸体 这里莫非是埋葬之地 宫殿内 那些人都遭遇了一场激战 化为了森森百骨 但这些尸体 却并未化为尸骸 更为诡异的是 人一死去 武灵却未消失 极为古怪 王我仙门之人 杀无赦 武仙门 朱万爹 不死 好霸道的寒气 此人实力 怕是有阴阳镜三重的境界 杀 似乎这些尸体 接触到我们的灵力 就会复活过来 我们找寻空处再战 避免灵力 引动其余尸体 我们也受伤 我们也受伤 都要死 动手 那些强者 来自星辰县门 在数千年前就已死去 但灵魂被秘书保存了下来 小魂刚才的那一声长啸 竟然直接震散了 这些强者的残魂 幼年时期 就能掌握如此恐怖的天赋神通 莫非 小魂你是无上神兽的后代 从之前的经历推断 每一处一季内 应该存有传送灵阵 若想快速离开此地 唯有进入圣殿一探了 果然没那么简单 古生闻落 看来这些强者生前 都已经踏入了阴阳之境 甚至有些尸体 隐隐约约透出涅槃之气 但为何 我从未听说过这场集展 似乎关于星辰现门的一切历史 都被完全抹除了 一处被历史所抹出的秘境 这里到底有何秘密 看来这里也经历过一场细节 好精致的浮雕 小魂 这笔交给我 空神圣母 找死 找死 雕像所刻画之人 应该是圣殿之主吧 冰魂血池 乃是我毕生心血凝聚而成 只要将身躯进入血池 不仅能淬炼周身体魄 还能凝炼灵魂之力 哪怕强如武皇之人 都会对此无比地渴望 你是否愿意接受考验 晚辈愿意 且慢 考验会伴随着强烈痛苦 以你现在的修为 恐怕难以通过 所以 我竟然突破到了天灵四处境 这算是我给你的小小帮助 付诸全力了 无惧痛苦 无惧考验 到最后 你便能得到无穷无尽的底蕴 以借更强的力量 你便能得到影师 再看 你便宜 你便宜 我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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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她 你便宜 我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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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k 那妖狐吗 有点意思 恭喜 你成功通过了第一道考验 第二道考验 阴阳镜二重天的灵兽 第二道考验 通过 再来 第九之 肯定已有净四重天的灵兽 啊 没退去交响 就赶到七孙之父 也太过得意忘形了 很快 就可以结束这场闹剧了 你能走到这一步 的确让我吃惊 多谢前辈夸赞 你的灵虫很虚弱 浸泡冰魂血池后 能很快恢复痊愈 当然你也如此 只不过在此之前 必须击败我 完成最后一道考验 这路下 咳 高强 使出你的权力 否则 你绝不可能击败我 空间封锁吗 放弃了吗 什么 几个能突破空间封锁 软支箭给我破 刚才那一箭太独莽了 即便对我造成重创 也无法将我彻底击败 是吗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没想到 你竟然将灾祸之气 藏匿在周身经脉各处 以命搏命 你的考验通过了 现在 我就将毕生一波传授于你 从今以后 你便是我兵魂武皇的传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伯克不敢接受一个 假冒的兵魂武皇传承 你怎么知道 我假扮兵魂武皇 圣殿之外的一句句古诗 依旧默默守护着星辰仙门 如果你真的是兵魂武皇 绝不会只字不问 星辰仙门的现状 但你却只顾着你的武道传承 且如此热情 毫无强者风范 再者 我还没有踏入那条通道 就已经察觉到了幻阵气息 能让我都无法看穿的阵法 应属八级 故而 那两尊灵兽是假的 这片空地也是假的 就连眼前这座巨大雕像 应该也是假的 我说得没错吧 这一切 都只是你的推测而已 确实 直到考验前 我都无法正式推测 直到你自作主张 做了一件蠢事 你为了让我相信你的手段 帮我晋升到了天灵四重镜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我这柄重剑颇为玄妙 会随着我的修为提升 重量也会剧增 但是你帮我提升修为后 它却毫无改变 你很聪明 聪明地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的确 这一切都是我布置的阴谋 刚才的所见所见 全都是幻针 相逢就是缘分 何必急速离开 要帮我 和 spider 行 resolve 这恋爱 这么久 和充 我名为何冲 仙庭之人 你可换我为 换鬼天王 七千年前的大战中 迎战水落丘之人 是何人 你居然知道水落丘 那人名为帝天义 是仙庭中 赫赫有名的妖孽人物 年纪轻轻 便创立了轮回古宗 统设万千强者 自称轮回天地 是他 他引来一场惊天大战 帝天义改名唤姓 进入了星辰仙门 依靠自己的手段和魅力 得到水落丘的真心 他暗中分化星辰仙门 此后便率领一众仙庭强者 偷袭星辰仙门 大战中 水落丘始终无法全力一战 而帝天义昭州之命 最后 水落丘被帝天义 夺走了星辰仙石 身受重伤 没过多久 就相消欲允了 而星辰仙门 也走向了衰落 我身上有轮回石 所以能看到历史光影 但为何流香也能看到 且更加深刻 水流香 水落丘 九寒绝脉 星辰仙主 唯有找到水落丘的行骨 方才能知道真正答案 没想到居然遇到如此妖孽之人 不过 幸好我有思索巴基灵这庇护 他现在境界低 绝无可能破开的 这两人毁了我的布局 还让我的灵魂受重重 此仇不报 我势不为人 幸好我把冰魂五魂的毕生底蕴 都藏匿到了此处 如果是一穷二白 我必定破仇无望 先修复残魂吧 小魂 再狡猾的狐狸 也斗不过好的猎手 有的时候你抓到狐狸后 不用急着将它杀死 放它一条活路 或许它会帮你找到 一窝的狐狸 怎么可能 明明自己都说 破不开八级灵阵的 我的话你也信 我手中的这柄重剑 能释放出无形引力 只需找到阵眼 将其牵引 阵法自然便漏洞百出 轻易摧毁 纵使是九级灵阵 我也拆紧了不少 你这区区四座八级灵阵 不在话下 被你小子算计了 不愧是五皇所留 果然无比丰厚 正好可以纳入齐天风 让楚虎他们再行扩张 至于一些西式之物 便留作真传 老公子 我刚才算计你 仅仅只是想离开古兴秘境 如果你能放过我 我愿意成为你最忠诚的奴仆 相信我 一名先天五皇 定能给你提供很多帮助 你可认得此物 星辰仙石 果然 地天一夺走了星辰仙石 便将其改名为轮回石 世事难料 兜了一大圈 这轮回石 也算是返回故乡了 你太过狡诈 且七千年前的仙庭剑文 放在现在 毫无用处 那么好 你看